玉簪是屬於賞葉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裡面最好的一種 因為它的品種繁多 葉子的形狀 主要是新型 當然也有其他不同的形狀 但是葉子的顏色 像這種玉簪是大葉子的綠的 也有藍的、黃的、彩的 它的賞葉、賞葉、葉子的形狀 五彩、繽紛、各種很多型的顏色 然後大小 從大的有三、四、四尺、五尺高和寬 到小的只有十公分左右的高和寬的都有 幾百個品種應該是有吧 具體我沒查 但是我看到英國他們收藏這個玉簪的 玉簪的確實是你可以用一生的時間和精力去修藏 去品賞、去欣賞 去欣賞 它就是這個觀葉植物裡面很好養的一種 因為它是耐陰 你給它每天幾個小時的太陽就可以了 雖然說它比較喜歡水和肥 但是乾一些 像我有經驗 有的地方從來就不交水 它也長得很好 所以大家看到很多大樹底下 種其他的植物 即使是不開花的 它也不長 更不用說是開花的了 但是它們都會種玉簪在樹底下 所以你要想為什麼要樹底下陰間的地方 種玉簪呢 因為玉簪在這些地方都會長得很好 再次呢 玉簪很容易分根 那麼在每年春天的時候呢 你給它原來的根挖出來 可以分成根據你需要和它本身的大小 所應該分的 可以分出一些 我呢 像這一大蟲 有五年吧 也是從別的地方分出來的 現在這個呢 也長得很大的 是讓你呢 春天也可以給它挖出來 再分成三棵四棵都沒問題的 我主要是因為地方比較小了 沒有地方了 所以呢 也就是讓它這麼長的 你看它這一蟲呢 它也可以長得很大 有三尺高 四尺多寬了已經 那玉簪呢 不單是一種賞業的植物 但是呢 它還會開花 你看我這一蟲呢 它就是在這個馬上呢 現在是7月 今天的7月21號 可能在8月初 它馬上就會長出一個花境 開出白花 像小喇叭花一串 這個花很香 像茉莉花一樣的香 現在還沒有開 那麼在我的院子裡面呢 我還有另外一棵 稍微帶著採葉的 稍微帶著採葉的 長得要小一些 只有一尺半高吧 然後呢 兩尺的寬度 它呢 開花呢 要早一些 你看現在 它已經開始開花了 這種花呢 是 這種紫色的小花 它們的花的形狀 都是差不多了 這個豪斯塔 只是花的顏色大小不同而已 但是花也是很美的 是吧 好 謝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 另外隨便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棵 粉色的繡球花 這個顏色是很鮮豔的一種粉色 今年是開的最好的 開了有七八朵花 因為呢 我把這個 它类巴旁邊的一些樹呢 樹枝給收拾了一下 它能見更多的光線了 實際上這個 這個 繡球呢 需要有一天 四五個小時的太陽的 才能開花開得好 Listen